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 以哈战争时的中东局势升温 礼拜天还发生了美军驻约旦基地被攻击 造成三死三十四伤的惨剧 虽然拜登扬言报复回击 但是白宫国安发言人之后又强调 不寻求跟伊朗开战 似乎就怕扩大战事 穿着黑色外套的哈马斯在甘尤尼斯加速狂奔 为的就是抓准时机偷袭乙军 这里还是有太多的巷盗死角能让哈马斯躲藏 他们甚至会在箭竹深处角落攻击坦克 不过以色列人强调致敬已消灭至少四分之一的哈马斯 只是过程中一些手段者来非议 像是大局破坏十六座的加萨墓园 为了自清 以色列再次开放CNN记者进入加萨 表示他们在墓园的周遭发现地道 不起眼的地道入口CNN记者得侧身进入 刚开始甚至无法站起身 之后才慢慢发现许多神秘的空间 设有电线水槽还有电风扇等 不过CNN记者也发现 虽然地道看似接近坟墓的位置 实际上却在外围 CNN geolocated the footage using this satellite image This outline shows where the cemetery once stood and these are the two tunnel entrances clearly outside the graveyard 基于混乱的情况 还出现在以色列和埃及接壤的 克瑞杀落关卡 这里持续遭以色列示威者和人质家属聚集 阻挡物资进入 以施压哈马斯放人 但哈马斯偏偏不放 以色列因此继续在西岸高压反恐 并打击北部边界的黎巴嫩真主党 战争还使得红海海上贸易安全恶化 不断有商船遭夜门叛军攻击 却没想到这里的情势还没解决 美军驻约旦基地紧监着被无人机攻击 有消息称当时美军防空系统疑似敌友不分 才酿成三死悲剧 这是后续该怎么报复回击 令拜登伤透脑筋 因为一方面不能让伊朗及其代理人 气焰更嚣张 一方面又要避免战争扩大 专家认为美军很可能执行像是1988年两伊战争末期的螳螂行动 当时美军为了报复伊朗设下水雷毁损美舰 也对伊朗领海发动攻击 当时成功重创伊朗海军和石油平台 两伊也在同年7月签下停战协议 敏感时间 以色列加码指控联合国难民机构 其实有高达190人身兼哈马斯 当中有十多人涉嫌参与去年的徒刑 联合国开除部分争议人事后 全球至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停资助 影响最大的右手美国和德国的资金 因为光这两国的钱就占了46% 新闻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还要忙着的就是自己的总统大选了 事实上这次美国大选最关键的因素 可能就是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 现在德州因为在边境架设铁丝网 党移民杠上了拜登政府 而最高法院裁决边境巡逻队有权拆除铁丝网 但是德州又犯话绝对不撤 而且有多达25个州的共和党州长 全部都停德州 美国边境巡逻队队员一身鹤枪实弹搭成小艇 在德州的格兰河附近巡逻 另一头 边境警卫就站在货柜屋上 脚底下是带刺铁网 在德州与墨西哥边境 整整拉了48公里长的蛇龙 为的就是要党非法移民 前美国总统川普直接把非法移民形容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现在边境移民问题更可能引爆新美国内战 因为德州州长阿伯特为了移民几乎和拜登政府撕破脸 德州要驾铁网 拜登政府不准 请最高法院裁决 最高法院打脸德州 但是德州不打算配合 不仅直接无视最高法院 阿伯特还要发起孤心行动 48公里长的边境铁网不但不拆还要加固 同时禁止联邦政府的边境巡逻队人员 进入到非法移民聚集的谢尔比公园 地方对抗中央 德州后面还有一堆靠山 因为有多达25个州的共和党籍的州长 愿意支援德州对抗非法移民 甚至有民众拍下这画面 大量装甲车往德州送 网路上疯传 包含400辆的汉马车 72辆的M2布雷德利战车 甚至还有M109自走炮 都是要运往德州的 德州以及共和党对移民的强硬手段 让民主党是气得大骂 这极端分子指的是不是就是前美国总统川普呢 川普向来对非法移民铁腕 而拜登想要怀柔却拿不出长久之计 政策赶不上变化 更无法应付数十万非法移民押进 光是在去年12月 美国就发现了30万又2034名的非法移民 即便知道会被抓会被关押 甚至是必须要赌上身家性命 都无法阻挡这些移民 逃离黑暗家园 一路上大家走累了 躺在路边就睡 小小孩也跟着爸妈一起受折磨 但是对美国梦的憧憬太向往 大批移民前仆后继涌向美国边界 拜登政府想和墨西哥协调 必要的时候关闭边境 但似乎碰了个软钉子 墨西哥总统直言 拜登是选举到了才有这种想法 眼见美墨移民问题越闹越大 俄罗斯前总统梅德维杰夫还嘲讽 这可能会引爆美国内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次要带您来关注的是 被称为世纪之毒的带傲心 多绿联本还有DDT虾虫剂 因为毒性高又难分解 对环境跟人体的健康 都造成长期的危害 波清华大学化学系的特评教授 黄国柱带领的研究团队 他们做到了就是模拟大气惨的臭氧 跟紫外光的分解反应 发现在室温下 可以把带傲心降解成无害的草酸 也为环境中有持久性有机污染 污染物带来解放 取出带傲心污染物 加到含水的有机溶剂中 打开臭氧产生机 再照紫外光 其实玻璃杯中 应该是无色液体 因为要在镜头前方便观察变化 研究团队加入荧光染料 可以看到颜色从橙黄色 慢慢变淡到无色 代表化学结构慢慢被裂解掉 经过臭氧加上EV照光 再容易像有水的存在底下 它会产生氢氧自由剂 那这些是非常强的氧化剂 那它可以来把这些 就是说代奥性这种 或是杀虫剂这些东西 就把它分解掉 然后它就最后变成草酸 变成又无害的草酸 研究团队在室温长压下 将代奥性等九种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降解成无害的草酸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 用水银灯照射16小时 进行光化学反应后 就可以将毒性最高 最难分解的 四氯联本代奥新的浓度 降低47% 另一种持久性污染物 六氯本经过20小时照射 更高达98% 都分解成无害的草酸 黄国柱教授带领 印度籍博士生罗聚 和博士后研究员魏博 做的这项研究 后来登上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绿色化学期刊 并获选为封底文章 黄国柱教授说 这是跨领域的发想和研究 在大气科学界 污染物通过大气层时 会和氢氧自由机 产生氧化反应而被降解 所以氢氧自由机 又被称为大气清洁剂 它是非常高温的 环境底下生成 所以也就是说 它对那些热的耐缩性极端强 摄氏1000度 在空气当中 它仍然烧不掉 所以这个就非常棘手 然后它另外一个对环境的污染 就是主要它是一个 不是水溶性的东西 它是个油溶性 子溶性的物质 那它扩散到空气当中 或是环境当中 它沉积在泥土里面 然后呢 这些动物的植物 动植物的化生长 那它也会吸收代药性进去 黄国柱希望接下来研究成果 能实际投入应用 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而代药性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是非常长期的 以TCDD来说 它在人体的半摔期就长达七年 然后我们在工业化社会 它一定会有代药性的污染 那代药性的话 如果例如说我们在塑胶垃圾 不玩PVC的塑胶垃圾不完全燃烧 它可能就会产生代药性 那代药性一旦产生后 它可能就会进入食物链 然后过去我们的很多研究发现说 哪一些食物比较容易会污染到代药性呢 包括肥肉内脏组织 还有鲜奶 还有大型的乙 如果一个民众 他长时间和地剂量接触到代药性 他可能就会影响他免疫的能力 增加各种癌症的风险 那另外如果怀孕的妇女 他怀孕当中 长期接触代药性 也会增加一些流产的风险 也会增加产下肌心胎儿的风险 林口长根林床读物中心主任 严宗海建议 如果想要避免吃到代药性 可以不吃肥肉和内脏 喝脱脂奶制品 而避免世纪之毒 政府也得从源头焚烧和重工业 多加把关 TVBS新闻 张正恩 王一杰 新竹报道 美国消费性电子大展CES 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性的电子展 而且堪称科技业的巴黎时装秀 而这次大会的一场重头戏 当然就是AI 其实去年AI就已经在全球 掀起了不小的话题 而今年来说 更被视为是AI的应用年 包括应用在手机 电脑 以及所有的生活使用上面 都有亮点 AI机器人在场中秀技能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CES 在台湾时间1月9号盛大展开 各大国际龙头都没有缺席 而这场2024年的CES主旋律 就是AI for all 人工智慧普及所有人 AI is not new Our investment in AI span over a decade and today these investments are coming to life not just in our most popular products we are integrating AI into our services and operation 韩国科技龙头三星电子 也在大会中发表下一代旗舰设备 身为全球最大的智慧手机供应商 三星今年就是以人工智慧AI 作为刺激销量的关键 不管是AI家电 AI笔电 还是AI机器人 产品从上到下 通通套上AI 整场活动有超过3000家厂商参展 而凭着强大晶片科技技术 台湾实力也是一大亮点 同样以AI为主轴 台湾品牌大厂就宣布 AI研发团队 自百人扩展至千人团队 自超级电脑的伺服器 布局至终端产品 从上到下全面布局 服务对象涵盖了大型企业 学校 地端 还有终端装置 要成为全方面的AI公司 根据机构预测 AI伺服器产值将从2023年的 460亿美元 快速攀升到2026年的 1470亿美元 成长幅度高达百分之 219.57 这两年AI的技术 以及讨论度越来越热 那么今年2024年 AI手机就是一大局势 根据最新的市场研究 预估到了2027年底 AI内建式的智慧型手机出货量 就会高达11只 2024展开AI手机新纪元 而AI手机的换机热潮 其实已经能受到端倪 2023年的10月 小米在发表会上 推出了内建AI模型的作业系统手机 根据小米官方说法 小米14只花了4个小时 就打破了天猫 京东 快手 抖音 四大电商平台 近一年大陆国产手机 上市首日的销售记录 大陆的另外一个品牌 也不遑多让 11月号称是全球第一台 跑得动百亿参数 AI模型的手机 副总裁就提到 开卖首日就比前一代销量 暴增了7.4倍 同样卖到大缺货 应该说会越来越可能主流 一个是在旗舰机 大概在前两年开始 旗舰机就已经加入AI运算功能了 接着会接着应该就是中阶 甚至入门机 可能也会有AI运算的促进能力 接下来就是应用的落地 现在就已经有所谓的文字 或是关键字去产生图片的方式 甚至像说现在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AI影片产生 然后跟消费者 比较落地的部分发展像说 我觉得以手机来讲的话 最常见的是一些语音跟电话功能 像即时的翻译 那这部分可能可以应用到 例如像说影音 像电影的即时多过语言 像说夸张点 可以用文字讯息 叫帮你叫披萨 帮你挂号 帮你报警 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随着崭新科技问世 全球迎来 生成是AI加元年 不管是人手一机的手机 还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 各类应用 都在这波浪潮中 持续进化 这些新闻 张志明成文月台北 采访报道 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雄 我们先来看的是天气的部分 这个礼拜的天气 其实是蛮稳定 而且一天比一天还要暖 下周的天气 过年的这一段时间 是不是会转失冷 交给记者何冠英 这两天的天气都还算不错 如果您想晒在太阳 可要把握时间 因为下个礼拜开始 又要变天了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 就是因为封面在下个礼拜 就要来抵达台湾 在降雨方面 今天一直到礼拜四的时候 整体来说 全台湾的天气都还算不错 有机会看到太阳 但是西半部的温差较大 东部有可能会出现 有些部分的震雨 主要还是集中在 东部分的局部区域 而另外从礼拜五开始 一直到周末两天 东北季风会慢慢触及到台湾 到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水气 一些北部地区 像是北海岸 宜兰等地方或是一些东半部地区 就有可能会出现 一些比较明显的震雨了 那么再继续下去 下个礼拜开始 这个封面通过台湾 到时候呢 西半部还有北部地区 以及中部地区 都有可能会驾向部分的震雨 而另外呢 到礼拜三的时候 东北季风会持续南下 到时候呢 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是一个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地区 也会有明显的降温 那么目前看起来 一直到下个礼拜 也就是过年之前呢 台湾是以湿冷的天气形态 机会比较大 主机总处公布去年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2.5% 而这已经是连续两年 都超过通膨警戒线了 也就是2%的这个警戒线 其中以食物类 蛋类涨幅最高 上涨了10% 外食费整体呢 也提高了4.28% 吃的方面 相信民众一定觉得 荷包缩水的很有感 如果家里面有煮的那种 那种爸妈给小朋友吃 那种就一餐一包 就是100多块 准备食材不拉秘 再切高丽菜 陈小姐准备的是 一岁多的儿子 每天要吃的食物 除了自己做食安 比较安心 也能省下不少开销 不止如此 大人吃的也几乎都是 自己煮减少外食次数 以前小时候 便当都50块嘛 然后后来越来越贵 六七十 八九十 然后现在几乎都要100块以上 才买得到一个便当 好吃的便当 薪水基本上没有什么涨 像我婆婆说 她以前工作的时候 一个月薪水是三万 但到我们现在 一个月薪水也还是三万 尤其小孩出生后 从奶粉尿布等样样都要花钱 却得同时面临通膨现况 偏偏薪薪水却跟不上涨幅 加重品失日常支出 主期总处公布 2023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为2.5% 这已经是连续的两年 超越了警戒线 其中又以食物类的涨幅最大 高达4.03% 进一步观察蛋类 以及肉类 2023年的报告调查 价格分别上涨10.72% 以及6.12% 涨幅最为惊人 外食费则是年涨4.28% 主要是因为餐饮业者面对食材与工资等营运成本提高 所反映的调整 民众在吃的这方面 荷包缩水相对很有感 一旦调涨之后 他也不会去降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们还要负担这个人事成本跟租金 而人事费用跟租金是只升不降的 尤其基本工资在今年调升 势必部分餐饮业者又会反映到最终的售价 外食足恐怕荷包更吃紧 不过去年涨幅明显的 还有服务类价格 因为房租涨势延续 以及易后休闲娱乐需求升温 涨幅都较2022年扩大 教养娱乐类年增3.1% 至于居住类增加2.04% 住宅维修费上涨3.2% 值得注意的是 租务足负担依旧承重 房租续涨2.16% 房价上涨 它基本上还是会带动租金上涨 只是说我们虽然在2021年开始 就有房价上涨的情况 但是它不见得会马上反映到租金上面来 因为一般房东跟房客 他签的契约都是用年来算 我们房价还是居高不下 那我们在房租这部分 就是它的涨幅可能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 去年随着升息效应逐渐发酵 终端消费需求不振 全球经济表现疲弱 但纵观整体通膨年增率2.5% 相较于2022年的2.95% 是有较收敛 全年涨幅呈现趋缓态势 主机总处也预估 今年全年会回落到2%以下 国内通膨压力将逐步缩小 相较其他国家 我们的通膨算是相对比较低 因为我们政府有寄出一些政策的补贴 那今年当然是持续这些补贴之外 那之外的话就是说 整个国际的这个原物料价格 已经开始下滑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美欧 那之前这个通膨非常严峻的地方 现在这个通膨也都下来 还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因素要特别关注 特别是现在的这一个鸿海危机 去年的10月11月 我们的CPI的年增率 都是接近3% 但是这两个月 我看到的这个进口物价的部分 它都是在下跌 所以进口物价的下跌 其实还是可以抵消掉 我们国内的一些物价上涨 所带来的一些压力 即便专家也评估 物价再涨的几率相对低 不过还是会跟着国际情势走 就怕生活开销 肩上的负担依旧沉重 更担心高物价会成为常态 Tip的新闻 谢谢西周宇宣台会报道 好很多的租屋族 在面对租赁纠纷的时候 常常都是弱势的 像是押金的返还 或者是因为怕被房东提前解约 而忍受一些不是那么合理的状况 再加上现在低薪高房价 买不起房的人很多 所以更多人租房子了 三观权益的保障就很重要 专注处理文案调整配图 现在大肆的贺言很有创意 在企业打工负责影音和社群 北漂来台北念书的他 有四次租屋经验 贺言跟我们分享 有一次租屋只待了一个多月 就被房东吓坏赶紧搬走 但房东会觉得这是他的房子 他为什么不能进来 可能那时候其实就是已经租给我们了 所以房东会有各种理由 可能在我租了以后 他进来了可能五到十次 然后他有时候进来 甚至是没有跟我说 然后是我后来才知道 那比如说我遇到的状况 可能就是砂窗有破洞 可能会有蚊虫飞进来 就房东也说他没办法收 就没有收了 然后天花板开始漏水 就房东处理方式是拿胶带去贴 租房子很碰运气 就怕遇到二房东 贺言说毕业后打算留在台北工作 但不会考虑在台北买房 高房价让年轻人吃不消 只能当租屋族 而一般上班族面对低薪通膨高房价 很多人都要另寻出路 根据我们的统计就发现 农历年前就有超过八成以上的上班族 是有兼差打工的意愿的 那这也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新高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要帮自己 兼差打工来增加收入呢 其实我们调查发现 超过五成的上班族 他们认为他们想要多赚点钱 另外也有37.8%的人表示 正值的收入根本不够用 房价高不可攀 租屋已经是现在年轻人 和弱势家户主要的居住选项 但租屋纠纷 常常让租屋族求助无门 根据统计 从2021年到2023年第三季 除了法院调解外 各管道受理租赁住宅纠纷案件 总共有6700多件 平均每年约2400件 主要纠纷包括押金返还 欠租提前终止租约等等 现在内政部规划 在2024年下半年 开办租屋法律辅助 规划只要符合租金补贴资格 等弱势租屋族 在和房东进入诉讼程序时 将提供法律文件撰拟 陪同调节等服务 让房客更有底气 向房东争取自身权益 就以提前解约来讲 提前解约的话 房东大不了赔钱了事 就损失了一些金钱 但是一旦房客被提前解约 他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就他要入宿街头 因为可能在台湾 特别是这几年 中低价位的租屋市场里面 要找房子不是那么容易 在权力义务的沟通的部分 会相对处于弱势 就是说房东的一些要求 只要他觉得还可以忍的 他默默的大概就得吞下来 台湾的租屋黑市问题相当严重 像是违规隔间出租 居住品质和安全风险高 或是不希望房客申请租金补贴 以免被查契租金未报税 还有租金一直涨等等 买不起又租不起的人该怎么办 崔妈妈基金会认为 政府必须棒子和胡萝卜 多管齐下 就是囤房税里面 鼓励那个就是出租 拿出来做住宅出租低税 但是如果你多屋囤房的话 科与比较大的重税 等等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总之就是要借由 那个长期的胡萝卜 提供相关的诱因鼓励 然后棍棒的政策促使 房东如果还是 就是浮在水面下 就是淘落税的话 慢慢的有一个比较大的驱策的动力 驱使他们往租屋市场健全跟透明化的步骤走 包租业者他把这个房子租下来了 所以其实房客他面对的就不是房东 他面对是包租业者 那包租业者其实房客现在通常遇到的 遇到的问题最多就是修缮 没有如期的修缮 然后或者是押金不退 那这个东西当然在包租业者这边 他是受到主管机关所管制的 所以其实他比较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因为只要其实房客只要申诉 包租业者他马上 政府单位的那个电话就来了 近年来的包租贷管和租金补贴 也可以更保障房客和房东彼此的权益 居住正义除了高房价 还得关注租房子的保障 长期有效的政策落实 民众不间断的监督才能住的安心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台北报道 台湾的客运业面临招不到人的窘境 业者表示因为疫情期间减班 所以很多驾驶离开 而目前估算全国的公车客运业 缺元人数至少达到两成 而业者表示希望政府能够给予 实质的薪资补贴 一向车熟练的依照步骤准备发车 我在大都会已经待了19年又5个月 然后这里工作稳定 然后薪资也很稳定 可以让我维持家里的生计 有固定薪水能养家糊口 是驾驶最在乎的事 但客人白白肿 公车驾驶时常会碰到的客速问题 加上路上状况也多 都可能是工作的压力之一 你在乘客上下车的时候 就是马上要提醒他说 那个手要抓好要扶好 然后车子要开 我鼓励年轻人投入这一块的时候 一定要多细心 然后多注意 这样子把每天要出发的时候 这个流程一定要做好 就能安全平安 疫情期间公车减班 不少驾驶选择转职 疫情后招不到心血 更是雪上加霜 我国就面与少子化的问题 那每年投入职场的年轻人 会越来越少 那另外 现在年轻人几乎都是大学毕业 那试想 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那个考上大学时 说我未来大学毕业后的志愿 是要来当公车司机 全国公车科研业的 缺远人数应该是在 至少到达到两成 那就是数千人 那我的公司是还好 但是缺远人大概在一成多一点 除了少子化的冲击之外 现在工作选择也多元 公车驾驶不见得会是首选 而政府为了协助客运业 也祭出补助 像是补助驾驶训练费用 最高一万四千五百元 以及以最低基本工资 两万七千三百六十五元 补助专业训练费用等 角落幕公路局从2022年开始 祭出了职业大课车的补助方案 预计要招募四千八百名的职业驾驶 但是截至2024年的1月 却只招到一千四百一十四人 距离目标不到三成 整修战场 那个战场翻修 增加休息室 那工作环境就不外乎 我们现在也 持续导入电动公车 那电车一般来讲 至少它比较新嘛 那那个会比之前的 那个旧式的柴油车 要来的好开 场站放置饮料柜 让驾驶可以无限畅饮 但要吸引驾驶投入 业者也明白 最直接的还是调高薪水 但客运业因为疫情亏损 要实际的加薪也不容易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 能够合理的反应运驾 不管是国道客运 还有市区公车 都能够就核实反应成本 然后把这个 而且可以做一些附带的条件 就是我们这个运驾有多少 要专门为公车司机来挑衅 我们也有长官 那个也有提过 就希望公车司机 如果一个月薪水 能够达到10万块钱的话 希望能够提升一些诱因 那当然除了 除了这方面之外 我们也期待就是说 政府能够有条件 然后事办 那个引进外籍技术移工 其实如果我们从拥有这个大客车 职业驾照的这个数量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不缺的 那我从很多的这种场合 听到的讯息就是 很多驾驶商觉得那个工作的尊严 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也有很多奥客 就是那种层出不穷 学者建议应该让驾驶们 感觉工作上有尊严 改善工作环境 让公车驾驶这份工作 在求职者心中 能有不同观感 你可以有一些 一些这种录影的 录影的这些资料 你可以去举证 好 所以说 我觉得在这个 现在开始就应该做 就是要去 把这个职业的尊严 让它能够找回来 就是说让这个驾驶觉得 我们今天来 来帮着大家提供 这种交通的服务 它是一种光荣 要改善整体社会风气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做到 但目前而言 最快的就是政府补助 在加码会最有感 但是否能改善成功 不得而知 最怕的就是因为缺人 压缩到大众的便利 TVB的新闻 林亚南下单词特报导 去年笔电市场需求 预振乏力 全年出货量只有1.66亿台 年减了10.8% 不过分析师预估 今年全球笔电市场需求 会年增3.6% 呈现温和的成长 而AI的创新应用 也为笔电市场燃起一线曙光 将2D图像转变成具3D效果的动态桌布 有别于传统笔电的静态感受 这台ARPC多了互动感 所谓的景深桌布 它可以让一般的使用者 有别于传统的静态感受 那里面的话也有一个所谓的影像制作软体 它可以帮你从你的照片里面 去设计你的个人大头帖 将人工智慧整合到个人电脑 ARPC搭载比一般电脑性能更高的晶片 可以更有效率的执行运算 客制化AI工具 能提供给学生商用人士和创作者 不同层面的使用需求 例如我们在跟朋友或家人 在做所谓的线上会议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帮你提供一些 像是自动对焦背景虚化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传统画面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帮它直接做一个 像人物焦距的处理 或者是所谓的背景虚化 这个都是OK的 去年年底多家的笔电大厂 都推出了ARPC 像是我眼前这一台 除了提供一件背景虚化的功能之外 内建还搭载了Copilot的应用 只是洞口就能快速帮你解决问题 请帮我生成一招 小朋友正在看书的图片 就像我们现在萤幕上demo这个画面 其实它可以帮你去下一些主要的关键字 它就可以帮你制作一些图片出来 甚至表格出来 假设你今天要去搭一个高铁的一个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叫它帮你查上午从台中到台北 有高雄的一个票价 甚至时间表都可以帮你去做表格出来 研调机构指出 2025年AIPC将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 也预估到了2026年 AIPC的销售会占整体个人电脑销量的一半以上 2027年出货量占比更高达60% 也就是每三台笔电中就有两台是AIPC 而今年堪称是AIPC元年 随着Windows系统升级 电脑和晶片层级的增强 市场也看好AIPC的发展性 产业分析师认为 PC市场在AI的带动下 回升力道渴望优于去年上半年 市场研究机构就统计 去年全球受高通膨冲击 PC全年出货量仅1.66亿台 年减10.8% 但预期今年需求力道会逐渐好转 出货年成长率约3.6% 达到1.72亿台 AIPC将推升比电市场的换机潮 过去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这个手机笔电的出货量都不好 所以其实今年跟明年 它事实上是一种景气循环 所以再加上有这个AIPC的功能 当然就会鼓励使用者 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更换 确实有机会刺激出下一波的需求 其实AIPC在这明年 就是今年2024年整体的成长量的 大概是5到8%左右 大概可以到50万到70万左右 全年的出量那会集中在Q3跟Q4 2024全球PC市场将呈现温和成长 深层式AI与PC产业结合 带来新革命 为比电市场燃起一线曙光 TVBS新闻 黄冠伟刘彦宣 台北采访报道 健康的话题来关注肌少症 他一定要注意 因为他是老年失能的凶手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 骨骼肌肉的重量跟功能减少 可能会造成失能 甚至是生活无法自理 以及死亡风险增高 肌少症是肌肉质量减少 体能条件变差症状 与骨质疏松症一样 耗发于高龄的引发族 根据文献统计 如果年纪超过70岁以上 可能肌肉的条件 与肌肉的强度 跟年轻相比 只剩下一半 因此除了要多运动之外 平常饮食也有足够的蛋白质 要维持身体体重 除了脂肪以外 肌肉的成分 要培养肌肉成分的话 就是要多做一些肌肉的 主力训练 重量训练等等 预防的话 就是还是要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运动的频率 以及运动的强度 随着年纪的增长 肌肉的流失量慢慢变多有关 那我们有几个简单的预防的方法 比如说 就是可以从食物中摄取蛋白质之外 要有足够的运动量 比如说垫脚尖的运动 走路的运动 散步 快走 或是游泳 都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方式 随着年龄的老化 人体的肌肉 无论是质量或是力量 都会开始产生退化 甚至开始对日常生活 产生功能上的影响 骨科医师建议培养运动习惯 能改善肌绍症带来的困扰 另外我们可以做起身运动来训练我们下半身 首先找一张扎实的椅子 双脚打开来 这时候快速地站起来 然后缓慢慢慢慢慢地坐下来 再快速地站起来 慢慢慢慢地坐下来 用这个来训练我们大腿的肌肉 你找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墙壁 然后距离大概就是一个我们的 比我们的手的这个程度 再接近一点点 所以确保你的肘关节是弯曲的 然后这个时候慢慢地往前 过去第一步先这样子 然后撑住以后 当然不能完全到底 你在这个肘关节不能够完全 到贴到底再出来 肌肉流失这是在老化的过程常见的现象 也会有人因为癌症经过治疗 会有比较长的时间 没有运动或是饮食摄取比较差的时候 会加速肌少症的情况 那饮食方面大概不会 有许多蛋白质是当然最重要的 那我想蛋白质不会 就是吃一些这个鸡肉啦 鸡蛋这方面牛奶豆浆等 每天最好就是太阳 就是中午前后两个小时 最好接受大概20到30分钟的太阳的照射 这时候可以增加我们身上 维他命D的产生 研究看起来如果发生髋关节骨质之后 其实这个鱼命的这个就会大幅的缩短 所以平常要 但是一旦发生了肌少症跟骨质出松的时候 现在的医学要把它慢慢培养起来 也是速度也不是那么容易 骨质医师指出每一餐至少都要摄取蛋白质 比方说是奶 蛋 鱼肉 豆类 那针对一些不吃肉 一些素食的一些病人呢 我们建议就是豆类的营养 可能要多摄取一些 养成运动的习惯 那运动的习惯呢 以阻力型的运动会比较好 什么叫阻力型的运动 就是说类似我们去健身房 举雅铃啊 或是在家呢 举那个装热水的宝特瓶 除了蛋白质的摄取啊 像是钙质啊 或维生素D啊 都是要去注意的 因为肌少症常常伴随的就是骨质疏松 因为肌肉骨骼是属于一个一起的系统嘛 那一般发生骨质疏松合并骨折的话 身体的机能就会衰退 长期卧床的状况之下 肌肉的量就会越来越少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才会造成死亡 外观看起来就是驼背啊 然后行走就是比较无力的这种情况 那很容易因为一个不小心的 一些日常生活动作 比如说晒衣服 或是坐马桶 或是拿个稍微比较重的东西 就有可能会发生 发生骨折 骨科医师提醒 透过运动维持肌肉量 应尽早把肌肉本存起来 维持肌力 让身体更健康 TVBS新闻 夏宜强正盛伟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根据相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